党政焦点来看到行政院长卓荣泰近期接受日媒的专访 再谈到政府的能源政策 卓荣泰提到了新能源的开发 2030年是关键的时机 如果没有安全和废料的问题 并且台湾有共识的话 未来的核能有任何的可能都会有讨论空间 不过行政院发声明强调 卓院长并未提到2030年要重启核电 他们也说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呢 会持续开发多元的绿能 并对氢能 地热等等新能源扩大研发 总统2030年会重启核电吗 赖政府的能源政策似乎又出现新的变化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日媒专访时提到 2030年对新能源的开发是关键的时机 如果没有安全和废料的问题 并且是世界的潮流台湾有共识 未来的核能都有讨论的可能 这是松口2030年考虑重启核电吗 所谓的新的核能技术上面 如果它真的能够大幅的降低核安 不会再有所谓核废药的问题的话 大家是可以保持一个开放观察 跟开放讨论的态度 行政院驳斥核能态度转向 强调卓院长并未提到 2030年将重启核电 现阶段行政院的工作重点 将持续开发多元绿能 除了目前的风力光电水力 未来也将对氢能地热等新能源扩大研发 只是连民进党自家令委都强力要求政府 确立对能源政策的态度 往世间的首次中职会 就扩谈整整半小时职求对决赖主席 而中泰在日经专访中也提到 台湾需要在2030年前 将发电量提高700万千瓦 不能使用核电的空窗旗可增设火力绿能 但栏尾就质疑 难道要继续让台中人用费发电 你如果过度的依赖火力发电 减碳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 那更不用谈人民的健康问题 卓内阁强调能源政策目标不变 但对核电的态度逐渐开放 建理院林陈杰刘传委台报道